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大观众,来观战一把,OJ 你这个Panda帅不会说的是我吧 你还要猛创这个Panda帅,那我来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啊 机械昆虫小说家大富,不用说啊,上来找大富啊,上来找大富 这个局你还真别说,我觉得穷者机会还蛮大的,因为这个局外面多一个娃 嗯,干扰不到机子的话,前期这边上来,顺利的抓了机械师,大富救人 不吃双刀,其实这把厂长,这把厂长带了个底牌哦,不好打,这把厂长这么好打 这把厂长其实开局就已经输一半了,他上来抓机械师第一刀没有抽中 他没有张狂的,他现在的话要击倒,他是黑炭包夹起一刀,闪现起一刀,这两刀 这刀有点快啊,刚才说这两刀但凡慢一点点,这个局都有点问题啊 这里的话昆虫,姐姐救我,姐姐,有两个大汉,有两个大汉 呃,问题大不大呢,说实话问题还行,不是很大啊,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,那个昆虫应该是去补大富的机子,大富应该过来救人 姐姐是这边娃娃还能操作修机子的,对吧,厂长这把他有控场能力吗 他其实这把,倒在这个位置啊,其实倒在这个位置,厂长不是特别有机会去干扰外面的密码机 那么一旦,机子不受干扰,其实这个局穷者还是比较好打的 除非你这边真能打个双岛,对吧,你打个双岛算你厉害了,你打呀,对不对,你打了,谁怕谁,来,我尽头 无伤救人,好的,这波无伤救人,厂长的迎面直线下降,厂长的迎面只在于开门战,三人开门战 呃,想,哎,这边闪现还逼出来,他要赢的话,其实得是在届时挂飞之后去控场消耗穷者才有迎面 而这个消耗,有点难,这消耗有点难,因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密码机说实话呢,总量上面是已经到达了三台半还多 这个局,机子压不住,而且呢,手里面的闪现已经交掉以后,他没有办法了,没有办法去快速的形成下一轮的一个节奏 那这里的话,镜头给到小压,小压这边想救人,妈,不救,不救,基本上就是一个保平的态势 那不是说这把场长赢不了,场长有机会赢,这把场长输应该是输不了的,对吧 这个大家都可以,哎,不对,能不能输啊,这把你别说啊,这几个人开门战好像还都有点机会啊 在操作你,你但凡没闪现,但凡场上开门战没闪现,对吧,外面队友点门走了,然后这边最后一个跳地窖,也不是说没有可能 小压这边有飞轮,卡尼威要双刀打一刀,压住这边飞轮没交好,哎,我天 他应该是想回头来下板,结果2D这边顺势给了一刀,直接秒了,呃,秒了就秒了吧,问题不大了,机子已经够了,机子已经够了 这把球的密码机是太快太快了,就,场长这一局是没有干扰任何密码机,我们可以看到多修一台密码机都够了,对不对 这里的话,呃,大副再来救一波,昆虫的话又没有大心脏,不太可能过来,大副再来救一波 最好呢,这个怀表能留一留,反正这小车家这里,你也不太能卡半救了,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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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彻底准备好,机子压好,这边场长是顶出来,他要做一波消耗的 确实,因为这个局你还真别说,让球者压击就,很难,让球者压击就很难很难去争胜 因为他在开门战的时候,大概率击倒要交闪线的,你不太可能平地刀能带走吧 这里的话,换娃过去,好,大副交出怀表,可以可以可以,这一轮的话,消耗了不少东西 把那个技能拖出来了,一刀没打住,小说家 诶,小说家怎么倒了,等会,啊,二弟,二弟,你怎么这么猛,换娃过来 其实他刚才交闪线可能会更好一点,不过无所谓,因为我们上帝是要知道他是没有大心脏的 那么这边的话,只要能形成击倒昆虫就是一个铁多抓,这边大副得上去补机子啊 飞天,落地,加速,啊,闪,一刀,赢了,嗯,万万没想到,这把黑炭给力啊,这把黑炭给力,这把黑炭莫名其妙,卡卡两刀 好的,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就结束了,我们也是感谢大家收看,这个猛创有点失利啊,下次再来猛创了,拜拜